一些關於圓形的題目 記得只要你正確表達一些關係 其實也會有方法分辨 就算你做不到答案也好 所以記得儘量把你知道的關係寫下來 另一樣東西就是題目出發看題目 它就說AE這個弦和ED是1比2 這是K和2K 但要留意如果是弦的比例1比2 並不代表圓心角和圓周角都是同一個比例 因為它不是互長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角X 與這一邊並不是1比2的關係 那就要小心一點 好,既然這一刻我們想不到可以怎樣用 就留意AB平衡EC AB平衡EC這條線 明顯地它是有一個錯角的關係 所以另一個角你也可以馬上標示它是X 然後它就說一些線是相交於F和G 看圖也表示了沒有什麼特別 你就盡量想想有什麼可以去寫 但留意一下EC並不是直徑 即是找了很久都沒有說它有穿過圓心 又或者EC是直徑 所以你就不能夠假設這一個是90度 另外題目要求我們是用FETA作為單位 來表示X和Y 即是可能我們要寫作X是不知道多少FETA加什麼 Y也是這樣 你可以用FETA來表達 總之我們就盡量表示了一些關係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知道 各BAC等於X 我們就用了平衡線 我們開始考慮圓的特性 我們有學過同公形內的圓周角 即是如果我考慮FETA是由AD出發 再匯聚回去就是各ACD 所以我們可以寫各ACD 就是等於FETA 換言之空白的這部分就是FETA-X 另外我們有學過三角形外角 如果我們留意FETA和X這三角形 它外圍的角是Y 所以我們也能夠知道 X加FETA是等於Y 是很低的 好,到這裡我們發現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看回他們的答題 其實應該是想說 這個是互長的比例 所以剛才說我們不能用現的比例 其實應該是互長的比例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用同樣的比例 X這角比FETA-X這角應該是1比2 換言之FETA-X是等於2個X X現在就應該做得到 首先這條色只有FETA和X 我可以先做到這個要求 然後我再把X換上去 我就能夠表達到Y是什麼 首先同公形略的卷周角 我知道這個是FETA 所以就是各FCD是等於FETA 換言之各ECD這部分就是FETA-X 然後AE弧比ED弧是等於1比2 所以FETA-X就是等於2個X FETA等於3X 最後X就是等於FETA除以3分 好,之後就去到Y的部分 因為它是這個平衡線 所以這個角都是X 我們寫下 因為AB平衡EC 所以角BAC是等於X 我們就可以考慮這個三個型的外角 X加FETA等於Y X就是FETA over 3 所以我們的答案 你就可以用計數機 把系數的部分 1 over 3 再加1 總共是4 over 3 的FETA 就是答案了 與一次答案在一起 1個3分 1個4分 2個3分 3分 1個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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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4分